素酵救心丸不但能救心,还对六种病起作用,尤其是老年常见病。 在一个宁静的公园里,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正在沉练,突然,他感觉到一阵剧烈的胸痛,脸色瞬间变得苍白,冷汗直流。 幸运的是,他随身带了一瓶素酵救心丸,迅速将一颗药丸放在舌下含浮,几分钟后,症状明显缓解。 这一小小的药丸再次证明了它的神奇效果,然而,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。 一、素酵救心丸的药物成分和作用机制。 素酵救心丸是一种经典的中程药,以其独特的配方和迅速的疗效在心血管疾病急救中备受推崇。 其主要成分为川胸和冰片。 川胸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,具有活血型气,趋于止痛的功效。 这意味着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减轻由于血瘀引起的疼痛症状。 对于心脚痛患者来说,这一作用尤为重要。 川胸中的活性成分可以通过扩张血管,改善血液流动,从而缓解心脚痛。 冰片则具有清热解毒,开窍醒神的作用。 它可以扩张冠状动脉,增加心肌的攻血量,从而缓解心脚痛和心肌缺血的症状。 冰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镇静神经,缓解紧张情绪。 这对于急性心脚痛发作时的患者尤为重要。 这些成分结合在一起,使得塑效救心丸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效果。 它不仅能够快速缓解症状,还能从根本上改善病情。 是许多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常备急救药物。 二、塑效救心丸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。 塑效救心丸的使用方法相对简单,但需要注意一些关键细节。 首先,它的主要服用方法是舌下含浮。 将药丸置于舌下,通过舌下丰富的毛细血管迅速进入血液循环,从而快速发挥了效。 这种方法特别适合急性心脚痛发作时的紧急救治。 然而,患者服用时需要注意将药丸置于舌下,不要咀嚼或吞咽以确保药物有效吸收。 使用塑效救心丸时,患者应严格遵循医生的指导,避免擅自增减药量。 过量服用可能引起不良反应,例如头晕、恶心和低血压等。 此外,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,如孕妇、哺乳妻妇女以及对冰片或穿胸过敏的患者,应避免使用塑效救心丸。 即便是普通患者,也不宜长期连续服用。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安排用药时间和剂量。 塑效救心丸虽然在急救心脚痛方面效果显著,但它并不是万能药。 对于不同病情和不同体质的患者,其效果和安全性也可能有所不同。 因此,患者在使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,确保药物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。 此外,塑效救心丸不宜与其他药物混合使用,以免发生药物相互作用引起不良反应。 患者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同时,应告知医生,以便医生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用药方案。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还应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,避免诱发心脚痛的危险因素,如过度劳累、情绪激动、高炎高知饮食等。 3. 塑效救心丸对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塑效救心丸不仅在急性心脚痛的紧急救治中展现出显著效果,而且对其他心血管疾病也有广泛的应用。 研究表明,这种药物能够显著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,从而改善心肌宫穴并缓解心肌缺血的症状。 在急性心肌缺血的情况下,塑效救心丸能迅速扩张冠状动脉,增加心肌宫穴量,减轻因心肌缺血引起的疼痛和不适。 这种作用机制使其成为急性心肌缺血患者的理想急救药物。 在心脚痛发作时,塑效救心丸通过快速扩张血管,增加血流量,从而迅速缓解疼痛。 临床研究表明,塑效救心丸在心脚痛发作后的几分钟内即可显著缓解症状,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。 此外,塑效救心丸在长期使用中还能够通过改善血液循环,降低心肌缺血的发生频率,减少心血管事件的风险。 对于那些已经确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,合理使用塑效救心丸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提供持续的保护,减少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。 四,塑效救心丸在老年常见病中的应用。 塑效救心丸不仅在心血管疾病中表现出色,对于一些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治疗效果。 研究表明塑效救心丸在慢性阻塞性肺病COP,哮喘、消化不良、慢性胃炎、神经性头痛和失眠等疾病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。 在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治疗中,穿胸的抗炎作用能够有效减轻气道炎症,扩张支气管,促进支气管粘液分泌,从而缓解呼吸困难。 研究显示,穿胸提取物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中可以显著减少急性发作的频率。 提高生活质量。 哮喘患者在使用塑效救心丸后冰片的清热解毒。 开窍醒神作用能够显著减少气道炎症和黏液分泌,降低气道阻力。 临床试验显示,塑效救心丸在哮喘患者中能够显著减少气道静卵。 改善肺功能指标,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。 对于消化不良和慢性胃炎患者,穿胸和冰片的联合作用能够促进胃肠蠕动。 改善消化功能,同时减轻胃肠道的炎症反应。 临床研究显示,塑效救心丸能够有效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症状,提高生活质量。 同时,塑效救心丸中的抗炎和抗氧化成分能够通过抑制胃粘膜炎症反应,改善慢性胃炎患者的症状,减少胃酸分泌,促进胃粘膜的愈合。 对于神经性头痛患者,塑效救心丸中的穿胸具有显著的震痛和抗炎作用。 能够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,减轻头痛症状。 研究表明,穿胸提取物能够显著减轻神经性头痛患者的疼痛程度,提高生活质量。 失眠患者在使用塑效救心丸后冰片的开窍醒神。 安神定制作用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活动,改善睡眠质量。 临床试验显示,塑效救心丸能够显著改善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。 增加深睡眠时间,减少夜间觉醒次数,从而提高整体生活质量。 综上所述,塑效救心丸不仅在急性心血管疾病的救治中表现出色。 对于多种老年常见病也有显著的治疗效果。 通过合理使用塑效救心丸,患者不仅可以在急性发作时迅速缓解症状,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持续的健康管理,提高生活质量。 塑效救心丸药效显著,心脏病患者可以天天吃吗? 有一个成语叫做对症下药。 对于塑效救心丸而言,急救急性心脏病或心脚痛症状才是它原本的功能。 如果作为心脏病患者的日常用药,其实是不适合的。 这是因为穿胸和冰片更多是针对紧急出现的临时血栓症状。 这类血栓往往比较微小和脆弱,不存在长期的顽固性。 而很多慢性心脏病患者,血管内部的斑块是长期生成的。 即便是每天服用塑效救心丸,不存在对应的药力基础也很难产生显著作用。 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,长期用药更应该选择他听类药物。 阿斯匹林、洛尔类药物等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有效地治疗疾病。 但是,可能有些患者比较顽固。 我天天吃尝试一下,又没有什么坏结果。 其实不然,塑效救心丸为了应对急性心脏病症状, 药物本身有着非常强的血压干预能力, 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人的血压。 如果心脏病患者贸然服用,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降, 反而容易引起心肌症状、低血压、心脏攻血不足等疾病症状,得不偿失。 心脏病患者用药,还请严格按照医生的医嘱进行。 鉴于塑效救心丸的急救能力,尤其是有心脏病史人员的家庭, 更要在家里的药箱长长倍上一些。 除了塑效救心丸以外,一些其他的必备药物, 同样建议提前做好储备。 一般判断治疗心脚痛发作时的药物是否有效。 目前的标准是易显效。 一般用药后三分钟内,心脚痛消失或基本缓解。 二、有效用药后三到五分钟,心脚痛消失或基本缓解。 三、无效用药后五分钟以上心脚痛逐渐缓解或无改善。 也就是说判断药物是否有效的标准最好是三分钟以内。 是三到五分钟也是管事,如果超过了五分钟就说明药物无效。 但大家一定清楚只有含完急救药。 三分钟左右缓解才说明这是急救药。 有的人含完所谓的急救药,常常超过十分钟左右才缓解。 说明这个药物就不是急救药。 因为心脚痛持续的时间一般就是三到十五分钟,最长十五分钟。 超过五分钟才缓解并不是药物的作用。 所以大家不要误以为吃了某种药物十来分钟好了, 或者半个小时好了就以为是好药,其实不是。 但是,我们下车可以看到药物的药物。 然后,我们下车可以看到药物的药物。 感谢观看